哦!妹妹,你怎麼弄成這樣子的呀? 我不想你摔的! 啊!你怎麼會摔成這樣子啊? 警告你!別!都打閒事! 誰?誰要管你啊? 好行為好包! 你快點啊! 是不是找到這麼慢? 我不想去上學了,爸爸! 你不去學校,你要幹嘛? 爸爸,你不能給我多塊錢啊! 你去今天學校怎麼花這麼多錢? 今天都建議要你花錢! 你不給我! 我就不想去上學了! 趕緊上課! 趕緊走吧,不要遲到了! 別說話!跟我走! 錢呢?拿出來! 就這麼點! 爸爸不肯給了! 是不是告訴你爸了? 沒有!沒告訴我! 你要是告訴你爸,我就操死你! 你們幹嘛幹嘛?欺負我妹啊! 完蛋了,老師來了! 老師,你感覺他們欺負我嗎? 你們三個怎麼回事?為什麼欺負同學? 太過分了! 趕緊給我妹道歉! 快點! 所以不行,我們錯了! 你們三個明天把家長叫過來! 能不能... 能不能不要叫我們家長? 現在知道怕了! 你們欺負同學的時候呢? 就是嘛! 老師不要嚴重他們,不能把他還欺負別的同學了! 放心,我會好好教育他們的! 帥風同學,你跟姐姐先回去! 你不答應,送我到辦公室來! 妹妹,你吐也欺負你! 你看,不告訴老師,不告訴爸爸媽媽! 我不敢說! 我幫他們打我! 你以為不說他們就不欺負你了嗎? 以後遇到這種事情,要定一時間告訴爸爸媽媽! 你越害怕他們越欺負你! 知道了! 要我們一起拒絕校園霸凌! 如果你們正在遭受有罵、毆打、招勞重傷都屬於校園霸凌! 一定要及時的跟老師溝通,跟父母溝通! 溝通才可以解決問題! 暴力不是解決問題的正確途徑! 我們不做實報者,也不做沉默者!